极乐世界好修行啊 极乐世界成佛太容易了 啊 生到那个环境永远不退转啊 为什么 没有退的云 阿弥陀佛亲自教你 阿弥陀佛怎么亲自教你 阿弥陀佛化身 亲自教你 六成说法 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极乐世界有鸟 不要恐惧我们在这个嘉林贫切公民之鸟 在弥陀经上念过 那些鸟不是出生 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这些鸟就是阿弥陀佛 讲经说法 树木花草 却保持里头水流的声音全在说法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你文法不间断啊 那这样好的一个修学环境到哪里找啊 我们不能不明了 明了你才会下定决心 我非去不苦 我不去不能陈旧 纵然陈旧不知道何年何月 我到极乐世界去成就很快 一生圆满 没有遇到这个法门 那就很难说了 遇到这个法门 不知道珍惜 就太可惜了 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成就 珍珠双修 万云才放得下了 心理 除这句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爱护一切众生 就像爱护自己一样 有这个缘分 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去成就他 劝他 教他 念佛往生 这是圆满的成就他 教他其他的法门 那不是圆满的 其他的法门 修到民心兼心才圆满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 谱立众生 上至三者互相憨示 一节十三 三节十一 极乐世界的护仨 在极乐世界的人 听佛说法 并法界参修 普立众生 极乐世界菩萨 跟别人不一样 他到摄放世界 上求下话 摄放世界有众生 有缘的众生 他都会去教他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能实现什么神 神通真光大了 真知足这些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